吃掉了 香蕉猫真的不见了 我们该怎么办啊 不好 柯林克你们又来了 我们快跑啊 你们都跑不掉它 快把香蕉猫还给我们 不可能 它已经被我吃掉了 怎么办啊 谁能帮我把香蕉猫救出来呀 这个好棒 因为我有两个宝贝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知道我知道 这个是魔方战士的血猛王 这个是魔方战士的红狮王 有了它们肯定能救出香蕉猫 魔方超兽变形 红狮王可是魔方战士里的实力担当 它非常敏捷且充满野性 它的必杀技是红狮电光斩 红狮王变形完成 血猛王则是来自宇宙神秘力量 它是从外太空发射而来 它行动起来非常迅猛 是恐龙中的迅猛龙 魔方战士 正义力量出发 虫尸成猛 香蕉猫怎么变成这样了 这可怎么办 你们可以让安安哥哥帮忙啊 安安哥哥 你可以帮我们救救香蕉猫吗 好的 没问题 举黄色和白色黏土混合成浅黄色 给香蕉猫做一个身体 哎 怎么变成黑色了 这是什么情况 哈哈哈 有了 我再给它做一条黄色的香蕉皮 不就好了吗 昨天很多小伙伴都把表情包里 绿色的大香蕉发出来了 你们的表情包里 还有其他好看的表情都可以发出来 说不定安安哥哥可以把它做出来哦 哎 香蕉皮怎么有那么多黑块 难道香蕉猫也被恶魔附体了 刚刚你们有没有听到恶魔幽灵的邪恶笑声呀 如果有听到 那就肯定是恶魔幽灵把香蕉猫黑化了 香蕉猫做了个竖大拇指的手势 我想它肯定是想让小伙伴们也跟着一起点点点 支持支持安安哥哥 大香蕉的身体 香蕉猫的眼睛 鼻子和嘴巴 黑化的大香蕉猫做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